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網友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7月28號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爾德台樣 大舊各位早晨 大馬上馬內根 各位網友好 我家燦山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點讚和分享,還沒按訂閱的 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晶香波 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將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讓出去 好了,最近很多人陸陸續續的 第一,就簽確認入立法會 為香港服務這個大家庭 服務香港這個大家庭就有兩關要過 第一,就是你簽不簽確認書 確認你是好像孫世子那樣的 其實你簽不簽孫世子 不是一定要簽的 不過你喜歡簽就簽吧 不簽就怎樣 第二就是選舉主任要審核一下你 就是你做的 因為你們這些傢伙喜歡彈出彈入 老實說 就是等於亞利洲口音 那些人說 那些兩個事情我經常都會提醒 就是明明罵完人家 F人家整個國家 然後又說沒有亞利洲口音 以為沒事 所以才更加要問得緊 所以選舉主任就會問你很多事情 如果聽我們昨天正向報那次已經說 就說那四個人 公民袋四個人 一邊就在說 我們不是攬炒的 你們聽我說五大訴求就不攬炒了 我們在七月一號之前 叫人家做國際制裁 七月一號之後就沒有的 這樣嗎? 是啊 七月一號就沒事嗎? 憤不靜抹掉他這樣嗎? 因為你這樣違反國安法 他們就害怕 國安法就沒有追溯力 你說七月一號之後什麼都不做 現在不過是二十多日 那二十八天你立刻做 當然有人會做的 但是羅冠聰的戰友 癡風哥呢 其實就是萬眾矚目的 看看他怎麼彈出彈入 他們剛剛昨晚就弄了 四大業子回來 四大業子去回別人的問題 五大業子去回選舉問題 我們在這裏說一下 其實就是看看他怎麼 這班人怎麼撇皮薩賴 那這五大業子就來了 我們現在講一講 首先問題一 選舉主任就問 你們眾志經常說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 你整天就罵你長時間 就做這個眾志秘書長 到2020年的六月三十號 這樣你現在 那你現在是不是會有意思 繼續推動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 即是包括將香港獨立其中的選項 作為自決的過程 這樣說 那王之鋒就列舉了五點 他真的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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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論文那樣寫 厲害 寫論文那樣寫 第一他就說 我不同意 三個字 對 我不同意就算了 寫這麼多做什麼 第二 第二點就是說 我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決定 跟我過去在眾志的身份 就是職務 是沒有關係的 是 在今年的六月三十號 2020年六月三十號 我宣布退出眾志 日後以個人身份 去實踐這個信念 上述的言行 在我離開了眾志之後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利用這個意願 再利用實際行動 去推動眾志的主張 以後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的行為 跟眾志沒有關係 以前眾志做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這樣都可以 推翻了 以前做的什麼都推翻了 這招 你這樣說 就是等於英雄本色 敵龍被張國榮捉住那句 在這裡審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一句 我沒有做大哥很久了 不怪我事 不用飛啊 很久了 次頭都沒有了 你沒有做大哥一個月 你沒有做大哥一個月 你度日如年 對呀 你當然是度日如年 現在 心裸裸裸裸裸 以後怎麼辦 好 好 然後他第三點回 就是說 其實 眾志在2020年的1月11號 發表聲明 我們在1月8號那時候 召開成會大會 已經將香港民族自決 改為推動香港的民主進步 就加值了 我們六個月前 已經說我們不再民主自決了 這樣說 所以 選舉主任你的提問 是偏面扭曲 錯誤偏面理解我的主張 還要刻意忽略 香港眾志的政治主張 這樣說 喂 剛才你已經說了 你沒有大哥很久了 那為什麼 你又這麼關心人家 說眾志的主張 你已經說我沒有做大哥很久了 你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然後說 以前我的組織 所說的那套 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你要這麼緊張 你以前做大哥組織 舉個例子 黑社會大哥 洗手28天給警察 我沒有做大哥很久了 喂 那你以前殺人放火 你那個組織殺人放火 那怎麼辦 追究的 是不是 不能這樣推出 我在任那時候 我的組織 我叫他們去打齋 打齋派飯 是嗎 你再之前 你再之前 真的殺人放火 你六個月前打齋派飯 就算了 不過 他們是這樣 香港是有法治的 7月1號之後 之前所發生的事 是一筆過的 是不算的 那你們就幸運了 是不是 如果你繼續做 就出事了 所以你就要解散了 字頭 不是 組織 對不起 好 第四點 就是說 我留意到選管會 在7月16號發聲明 確認其書 其實不是提名表格的一部分 候選人可以自動提交國原書 同時我在2020年7月20號提交的提名表格 已經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聲明和確認書內容一致 那為什麼你又不簽下去呢 那為什麼不簽了 那你已經簽了 簽多份有多難 硬在那裡扭屎 原來就說這樣自願 不行 簽完就行了 那時候還很威風的 就是不簽確認書 不是 她的意思是說 喂 你們說確認書不一定要簽的嘛 那為什麼我又 我已經簽了 又不簽 那既然你已經簽了 你簽多一次有多難呢 那不是 那根本是 我來搞的 是啊 我再重申一次 我不主張香港獨立和自決 我的政治主張是符合一國兩制方針 並不抵觸基本法天證和法律地位 符合中英聯合聲明 那就是那句 喂 我沒做大哥很久了 28天而已 那我自己以後 打齋咯 從糧吃齋咯 我現在從糧吃齋咯 喂 大哥 你以前殺人放火咯 黑社會大哥 那一模一樣啊 那我當然在看你了 對吧 你以為你進了經濟車房就算了嗎 喂 喂 你信了教 很多人信了教 說我不做大哥 我去信教 原來又不知做什麼的 都有很多的嘛 好啦 那問題第二 就是說 無論如何 你仍然有意 繼續推動上述 上述 民主自決的主張嗎 這樣的行為 如何符合你提名表格 那時候 擁護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質要求啊 這樣說 那他就告出第六點的聲明 我無意推動民主自決的主張的 都說了 字頭沒有了 那就錯誤了 理解本人的政治主張 我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 無意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然後又說 本人所屬政治組織 已經 就是那句 字頭已經重量了 在八月以後已經打了齋了 打了一場水陸大會 超渡亡雲 派齋派飯 你不要再問我了 以前我殺人放火的事你不要理 是啊 我已經受了了 不要計了 然後問題第三條 我知道你是公開場合的言論 2016年 你們就去香港 你們去美國推動民主人權法案 你們提出 2019年 你們就走到美國 又見了佩洛西 乾媽 2020年3月 美國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你就通過了之後 你跟一些發起人聯署 致美國國務院公開信 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2021到3月27日 又在華盛頓郵報贊文 又叫人制裁 那你搞這麼多事情 表示還在7月10日 有意延續國際戰線 你搞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是否仍然有意 你繼續請求人 請求美國 請求制裁香港 這樣說 第一 他這個就很爽快了 第九點 第一 我沒有 即是否 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 我並沒有意圖 繼續請求美國這樣做 第二 我沒有意圖 繼續叫人家這樣做 這樣說 你真的 這樣都可以 這位選舉主任 問得非常之好 而且也非常留意 這位黃之鋒這個人 過去所做過的一切 還看得很深入 每一點 幾時幾分 哪一日子 都有記錄 現在頂上去給你問你 而你就這麼簡單 就答一個否 再答一個沒有 那是不足以解釋 你以前做過的事 難道 黃之鋒這個人做過的事 都是 都是 不是真誠 即是 我這樣看 他答得很不真誠 他沒有真的解釋 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你沒有理由 為了選舉 為了過骨 現在就不解釋清楚 這位選舉主任 黃之鋒聽起來 有些像是 特地說 我之前做錯 現在就不再做了 以後就不再做 那現在是否想國際斷線 他 他是不想告訴你 我還是在搞國際連線 就是為了入閘 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 最重要的就是 他所做的事 是在7月1號之後做的 尤其是7月10號的鐵文 說 說明我有意延續國際戰線的 請選民支持國際戰線 然後你大大聲說 沒有 人家問你有沒有意圖 要求求外國政府推動 制裁香港的法律 你說沒有 他不是說我之前 我之前 玩國際棋 是嗎 玩國際棋 國際仗棋 是啊 戰線 國際仗棋戰線 他最後就是說你在2020年的7月10號貼文 有意延續一國兩制 有意延續國際戰線 和請選民支持國際戰線 在7月1號之後寫的 你現在當人傻 等於大家昨天 如果大家昨天有去看浪費冷氣的 還沒看浪費冷氣 看浪費冷氣 說潘女士 騙了一個肥仔進去酒店的事件 酒店房 是啊 就會告他一條叫做 叫他 什麼 哎呀 不知道什麼體統 很有趣 有違風化罪 那條有違風化罪 只有兩個人以上 看見你做一些有違風化的事情 就可以判刑 就應該入罪 不是判刑 判刑是法庭的事 結果那條片有十幾十萬人看過 所以他根本是跑不掉 咦 那岑子 不好意思 岑子傑呢 他帶著個空位 那些照片擺出來 那算不算 算不算 算不算 因為他是名拍 他那些是說是偷拍 偷拍了那條片 是偷拍行為 因為潘女士是說明 帶你上酒店那裡做這個奇怪的行為 他當時是直播的 在Facebook 大大聲做事 真的 我們先說正題 其實我是打個比喻 你幾條帖子 幾十萬人看過 全都看過 你說你不要玩 至方 你這樣解釋 是難以令人信服 問題四 我們快點 好 就說你在2020年的3月29號貼文 明報同日 明報文章就說要將選舉戰線和國際戰線連結起來 你這樣說 是不是你參加立法會選舉的目的 就是要利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職權面 繼續推動你借助國際力量對香港施加壓力 這樣說 他就用了四點來回答 第十點 不同意 第十一點 本人重申 我沒有能力 也沒有意圖借助外國力量對香港 對中國和香港施加壓力 自己也從來沒有借助外國力量 是拒假聲明 有 他這個是違反商品及說明條例 他的香港還至現在說要打國際線 你之前籌的錢是說要用來打國際線的 我拿去旅行 自己來買比手旗 他說用來打國際線 幫香港人繼續發聲 現在你說你自己做不到的 那你那時候籌來做什麼 給手冷氣 可能他是說真話的 現在的錢都給了羅冠聰做的 我沒有的了 真是脆脹 那些什麼司徒 什麼大 變成了 什麼夾大司徒 夾大 是啊 老實說 他用的就是說 喂 我送紙都散了 我沒有做大哥就很久了 你問我 是不是 你現在說你沒有能力 不是吧 他現在他當公司破產 破了產 你不要問我追債 你殺賴啊 你 小商戶 我破了產的了 你的供應員給我錢 我沒有錢給的了 你走 你 你以為你是大統領嗎 大統領就經常這樣做 真的 是啊 不歸為政治人 真是夠殺賴 好了 我參加選舉的目的 就是要利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職權和便利 在立法會參與國際戰線的相關範圍 但是不限於加入保安事務委員會 和相關法案委員會 討論有關聯合局反恐怖主義條例的議程 坐進世界無平 嘩 你都沒選到啊 學什麽人說什麽委員會 哪個委員會做 哪個委員會不做 你都未做到立法會議員 你連DQ都未知是否 你說這麽多做什麽 真是笑死鬼 真是 那我就可以說 我加燦生參加立法會 我都決定參加議會 議會目的就是 促進世界無平 哈哈哈哈 提升年輕人的內侠 提升年輕人的內侠 人不笑都狗都廢 哈哈哈哈 我並不認同相關事務和製造外國力量對中國或者香港施加壓力 事實上立法會議員2004年起已經安排不下35次的職務外訪 例如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女士參加內部委員會訪問海外成功安排工聯會 陸仲雄自由黨中國斌和建制派何君堯 去到訪英國和蘇格蘭 他們的目的就是建立和加強英國和蘇格蘭議會的聯繫 令其議員掌握香港最新情況發展 這樣說 人家是做了議員之後才去 但是你做了議員前去 他相當肉酸 他竟然要借何君堯來蓋自己 黃之鋒那些蜜蜂腳 人家何君堯那些全部是議員 你是做議員 人家說明那個目的是去促進 是正向的 但是你不是 你是過去制裁 制裁名單 和勇不分 選舉主要沒有問你 當然我們不是選舉主要 我們是望向品 你又搞些什麼 人權法案 你自己走上台叫 叫得很開心 你自己解釋一下 你現在才跟別人說 我不是的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不要說到我那麼頸 我不是英雄 但其實已經是自己當成自己是英雄 我不是小孩 你不是小孩 還有 現在是大哥 你去美國 你是去聽證會 和何韻詩去那些什麼 什麼會議 你是去唱衰香港 其實很多媒體都知道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你不是純粹交流那麼簡單 你可能解釋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但是你是很片面的 你們全部講了什麼612 發生什麼事 什麼警暴 還是怎樣 要制裁 所以你們去那時候講這些內容 只不過選舉主要沒有把你們 去到那些外國的地方 或者你跟什麼國際的對話 那些是什麼 沒有原本全部都說出來 其實呢 到時選舉主任可以留一手 你說的話 好像跟你當時 所謂的國際連線的時候 說的話 完全是不吻合 那DQ你 準備DQ 最佳陳述 是啊 最佳七等 是 好了 那我們說回第五文 七出之條的第五文 無論如何 你上述有關請求外國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官員實施制裁的言行 其實是藉助外國勢力 對香港施加壓力 並令到外國軍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這樣的行為 怎樣符合你在表格上 擁護基本法 還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啊 這樣說 那這一個呢 他就用了三點去答的 他然後說 我是要必須強調 各下 片面地引述我 在3月29日 在明報所講的文章 刻意忽略前文後李章 本人的主張 扭曲為遮採角力量 對香港或者香港施加無形壓力 有唯一般讀者對文章的理解 你批評選舉主任嗎? 這樣也行 你 我只是說 我們不是看你寫什麼 我們是看你做什麼 是你做的事 是你做的事 大哥 用暗熱時判這件事來講 十幾二十萬人看到你 是欺騙了個肥仔進入房間 說明要做灰索的事 你可以避免嗎? 然後他說 不是啊 我是玩他 喂 你的確做灰索的事 噁心的事 那他可能 他跟著這樣解釋 我這樣做 只不過是引起公眾討論的 不是真的要主張和推動的 這樣鬥走 好了 然後說 本人一直以來 向國際社會反映香港社會廣泛意見 向外國政府重申應該要按照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原則 給予香港高動自治相應待遇 外國政府對香港政策是別人的內政 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圖 影響其他人的港府的態度 就是 你這樣說 為什麼你經常罵我 中國政府干涉香港 就是說 干涉香港為基本法 那別人對香港制裁 那條數 就是 內政這條數是神經病的 我沒有能力和意圖 影響其他人對港府的態度 大哥 你現在在別人的耳邊 打他 打他 看他多醜 殺他全家 人家現在已經做了 是不是要入你掃 其實是的 你不能夠說 你影響不到別人的意志 我講一下而已 我講一下而已 講一下而已 你真的 講一下就算了 有了記錄的嘛 有了新聞的 公開的嘛 這些事情 連他的Facebook那些貼文 都會這樣寫的嘛 做了些什麼 他當人猛的 這件事他當人傻仔 好了 然後說 在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各坑架下 香港人和國際社會交流 陳述香港實況是正常不過 就好像香港行政會成員 陳志思行會立法會成員 張國軍葉劉淑儀 他們都經常去 因此我所做的事和上述聲明是一樣的 我亦都十分清楚2020年6月30號 晚上11點實施之後 11點之後實施的香港國安法的要求 他不會做出相關有違法行為的 哦 他的意思就是 6月30號前 都是做了很多違法的事情 剛剛那個法例一到 所以就不敢再做了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那個法例退前些落的話 那他已經犯了犯了 而且我發覺他很喜歡 就用說葉劉淑儀 他們都做了 為什麼我不做得 人家是用官式訪問 是啊他官式訪問 他不是的 葉劉淑儀是解釋實質的情況 香港發生過什麼事 是啊 你是用什麼身份去說 你是說我是這個政黨主席的身份 去請求人家來制裁 說的話 你連在野黨都不是啊 你哪位啊 是啊 我們不要再用滅時潘 等於有些人說 我沒有殺人 我沒有殺人 是啊 你在街上叫黑社會去殺人 去打破人家店 你去請求人家黑社會大佬 說這間店不給我飯吃啊 大哥你給我打破這間店 大哥真的走進去打破人家店 所有攝影機都看著 你當人是傻的 六米有攝影機都放在YouTube 看到你慫恿黑社會大佬 來搞三搞四 你在那裡講這些話 真的 問題六 就開始在他的Facebook找到東西了 就是說面書上 在2020年的7月15日 你和另外15人 以你和另外15人的名義發表 提為抗爭派立法會參選人立場聲明書 你們會說義無反顧反對國安法 你是否同意 李上述聲明就是反國安法 反基本法呢 這樣說 這個就用了5點去答的 第18點就說 我不同意 又是這樣 第19點 我現在是反對現行國安立法 但是不反對基本法 因為反對基本法 我本人相信 香港原有很多法例 已經可以履行上述責任 好像港大法律教授陳文敏說 刑事罪行條例 已經規管了煽動罪叛逆罪 已經可以維護國家法律 本人認為人大常委 通過加入基本法附件三 這條國安法 是衝擊司法獨立 侵犯香港居民基本法保障自由 香港律師會都兩度發聲明 表達關注國安法 因此反對國安法的單方面頒布和實施 然後郭卓堅 現在提到他 提到 起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的案 裡面高等法院 那個法庭 那個法官叫周家明 已經表明在未經審訊之下 法庭不能夠簡單斷定 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是否一支 所以我擁大基本法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憲政責任 並不代表必須支持任何形式的立法行為 那你現在說我支持基本法 但我不支持國安法 說到這裏 我都聽到都是一九 一九雲 他根本是九筆不通的成篇 說這麼久 其實他想鬥鬥鬥鬥鬥鬥 老實說他是鬥不到的 他做過的事是人家有眼看 有記錄的 哪一日有 他自己是公開的 不用鬥了 黃之鋒 他DQ硬的了 是不是 好了 然後第七條就是這樣的 七卒之條的最後一條 就是問題 你又在3月29號2020年 就說要全面探明報文章 就說要全面探牌 博政府停擺到肯回應五大訴求 並且在面書上6月11號 大大聲說要和其他32人和一個政黨名義發表 抗爭派立長聲明書 要所有的人會運用基本法的團力 和否決議線案 迫使回應五大訴求 你現在這樣說 除非就是說特區政府回應你的訴求 給訴求你 你就會聯同人 那些人立法會過半35家 否決財政預算案 這樣說 他是這樣寫 但是他用了最後五條去答 23條 否 如果我當選 我只會按基本法行事履行職務 那你簽的東西是什麼 原來是為了批鬥民主黨做的 批鬥所有威武派 所以我就要出這張書 其實我是不會做的 那你就是騙選民 他騙主任而已 騙選舉主任而已 騙選舉主任 騙選舉主任 如果他說這個說的是真的 他就是騙選主任 是假的 騙選舉主任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他就是騙選民 你為了選舉 你為了批鬥和路人出了這張立場書 好了 然後24點 就是又說 我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5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法案 就是 再次通過 拒絕通過政府提出 不知為何他突然這樣說 總之是說 之後那些點都不用再說了 我看到這裏 都已經覺得非常疲 我相信如果DQ主任 選舉主任 又聽到我們節目 根本就不用再看他那份東西了 我們已經和你分析了 整份都是垃圾來的 解釋是狗屁不通 鬥不了 他鬥的手法實在太絕裂了 因為之前他所做的 全部都是違反 和他在這篇文寫的東西 是完全違反了的 他最後那一點 就是引用其他所有的法例 去講他這條法例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他究竟是甚麼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哇 來到這裡了 我們節目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多謝大家 拜拜